来看到叫外送竟然连续两次 他的餐点都被加掉了 而且呢加的还是金属钩以及定书针 他到底是太心悦还是史上最倒霉呢 台品市这个杨小姐就说 他透过了Food Panda定外送 结果连续两次是不同的外送员 分别送来两家不同的餐点 竟然呢还出现了金属钩子还有定书针 所以呢就质疑说 是不是这个外送平台Food Panda是有疏失的 对此呢我们也询问了平台 那么平台说他们已经做出了赔偿 同时加发封口贴纸 要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我的高低菜里面有一个很诡异的东西 这个 这太扯了 这太扯了吧 外送平台送来的晚餐 这一家出现金属钩子 让杨小姐吓傻 为什么我每次会遇到这种事情 这吃到会出人命 上班族直到晚间快十点 才能找外送平台订餐 出现金属物不能好好吃饭 实在让杨小姐好无奈 我的餐店里面 那个炸高低菜里面就出现了像金属 像是回文针或是肠胃夹的东西 外送平台反映过 可是他们给我的理由说 他们会再跟店家反映 同时赔偿我50块的道歉金 站出来控诉实在忍无可忍 因为分别订两家贤酥鸡店 5月29号的高低菜出现金属钩子 而近期9月24号另一家贤酥鸡店 留业余出现定书针 经查证是不同外送员送餐 餐点都出现金属物 直到第二次的时候是上个礼拜 然后我们也是一群人就是订了显书机 那我的餐点留业余里面就出现一个很大的订书针 然后一样就是回复给外送平台 他们也是回复说 他们会再跟店家反映 跟外送平台客服反映 平台道歉也赔偿55元 另外还提供100元的优惠金 只是这究竟是谁的问题 我们分别回去找店家 其中一家已经易主无从求证 另一家留意于出现订书针的店家 老板解释并道歉 外送平台发出声明 表示个案接退款及补偿 也将进一步与店家联系了解 并且加量发放封口贴纸 加强餐点品质把关 消费者忙碌中需要外送平台协助送餐 但差点吃出意外 原因为何还有带外送平台与店家沟通了解 动策新闻何孟哲无子一台报道 所以到底哪一个环节出问题 今天我们就来直集这个外送员的这个百宝箱 其实为了避免饮料啦 汤汤水水会打翻 很多外送员都会网购一些配备 装到他们的这个外送箱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就实际来看 光是这个外送员 它的箱子里面有一个网架 而且会分为上下两层 上面摆放塑胶袋提供给消费者 下面就放餐点还有卫生纸 另外旁边还会有两个小挂钩 就可以挂饮料或是轻食 不过也有的外送员 其实没有这么复杂 他们只用简单的隔板 因为担心挂钩万一生锈的话 反而会让观感不佳 打开外送员的外送箱 里头可真不简单 这个架子还好大概三百多块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很实用 为了方便餐点不会在骑车时打翻 外送员特别买了一个网架 上层放自己的雨衣 还有提供给消费者使用的塑胶袋 下层是海绵杯架 以及卫生纸 还有两个挂钩 方便放置饮料或侵食 不会挂东西 就是有的时候他们怕东西会翻倒的话 挂钩会比较好用 就是注意一点基本上都不太会 至少我做的时候都不会有遗漏什么东西 天秤一点的外送人员才会有遗漏 也有很多人简简单单使用原厂配备 一般来说外送平台给的外送箱 大概有基本的可拆式隔板 可以隔出装餐点和饮料的空间 也能冷热时分开 但外送员为了方便自己送餐 以及给消费者好一点的观感 他们自讨腰包 外送箱是外送员的身材工具 所以他们会添购很多的设备 像是可以固定饮料的饮料柵 还有方便夜间送餐取餐的触控灯 另外就是可以直接放进这个外送箱的网柵 里面附有杯柵还有挂钩 用久了它比较容易塌 而且它装的东西也比较不稳 相对也比较不美观 装这支架是可以让它整个支撑起来 藤金有用挂钩 但是那容易生锈 后来我就拿掉了 就怕挂钩生锈污染到食物 外送员都很扫心 像这位外送员准备塑胶制的小篮子 让它放没有完整包装的餐点 例如水煎包 盐酥鸡等等 毕竟食物是要吃下肚的 外送员一个疏忽得到负评 可是会把工作搞丢 东西闻黄建伦 刘一晴 在台北报道 这同样要看看业者的良心在哪里了 很多人会相信水晶的能量 但问题是把这个水晶放到水壶里面 这水也会有能量吗 网络上最近爆红了一款能量水晶瓶 就号称把水晶搭配饮用水 不同颜色的水晶都有不同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茶水晶会有再生的能力增进免疫力 还有黄水晶可以带来财运 当然还有像绿银石会让你找到真爱 紫水晶会让你变聪明等等 当然很多人就实际相信了 因此就去买了这个水壶 但是我们实际送到了宝石检验中心 就发现了这水晶本身是有问题的 疑似加工过 虽然它并不会构成身体的危害 但是专家也认为了像这样子的一个水晶 恐怕也不具有网络上所写的神奇功能 打开玻璃瓶灌入饮用水 这玻璃瓶中间用铁丝固定住一枚紫水晶 而这是网络上最近爆红的能量水晶瓶 拍卖网站好几个卖家 从台币250元到800元不等 部分卖家各号称水晶搭配饮用水 紫水晶能够增强进营能力 茶水晶具有再生功能 使伤口愈合增进免疫力 绿营石号称能够开启智能及真爱 而黄水晶可以增加财运 不过真的这么神奇吗 我们把能量水晶瓶上头的紫水晶拆下来之后 拿到专业的宝石建议中心来了解 到底这个紫水晶对于人体 有没有一些危害成分 而且它们会透过相关的仪器 带我们来了解看看 先透过这台拉曼光浦仪分析矿石种类 的确是石英主成分二氧化系 接着这一台红外线光浦仪 分辨是否为紫水晶 实测这枚水晶疑似由白水晶染色处理 因为跟真的紫水晶比起来 检验出来的数据不太一样 它不是天然紫水晶的环境 它可能是天然的神一眼 去磨成了抛光 最后透过X光荧光分析仪 水晶成分出炉 有极为量的千零硫氯 但量实在太少 专家认为配水和下渡应该没有危害 紫水晶像这么长一根的话 真的你刚刚讲台币明买300多块 但是这么长的纸水晶今天的话 可能要300块美金 也不要去相信网路上的这些东西 其实我想它在我们的卫生主管来说 应该也都没有疗效 不论水晶是天然或是人造 医生都不建议把水晶配水和下渡 跟专家看法一致 用能量水晶品改运或是健康 有没有成效 目前恐怕没有科学根据 东森新闻陈玉祥陈玉涵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来看看美军最近提升了他们军武的能力 这可不是说说而已咯 这厉害的忍者飞弹到底是针对谁呢 主要我们来看到美军的战略进化了 现在在太平洋的分散配置 就是要让中国更难锁定 尤其我们说到现代的战争讲求精准打击 就不想要伤及太多无辜 所以美军现在出现了这款俗称叫做 忍者飞弹的武器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上级了血滴子 只是不会爆炸 它在射中目标之前不会先爆炸 可是这个炸弹里面有六把会旋转 而且消贴如泥的利刃 就会直取躲在屋内或是车内 被锁定者的性命 所以美军最近在中东 就是专门用它来狙杀恐怖组织的高层 那么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 为什么说要扩大他们的这个作战范围呢 美军现在在西太平洋 包括雷根号 包括了美利坚号的打击群 也展开了合体演练 为的就是要维持所谓自由 而且开放的印太地区 美军上万兵力集结西太平洋 展现军事制霸能力 超级大航风战机 从雷根号航母挂弹起飞 没多久就飞体作战位置火力全开 雷根号航母打击群 与美利坚号远征打击群 9月25日展开联合打击演绣 除了航空部队整合 还在马里亚纳群岛靶场 进行实弹训练 演续目标在实现美军 一再强调的自由且开放的印太地区 而最大威胁正式进来 释出轰炸关岛宣传片的中共解放军 美国海军和陆战队 目前在西太平洋的部署 高度偏中日本 主要集中在横须鹤港 佐世堡以及冲城基地 光在日本境内 只有约一万八千名美军陆战队员 此外关岛则是另一部署重镇 过度集中一遭攻击 美军陆战队司令伯格表示 必须改变过去七十年来 在太平洋的战力配置 把部队部署到更多地方 以分散共军的攻击目标 但另一方面 美军的攻击武器则是力求准还要更准 美军特种部队在叙利亚西北部 用无人机搭配忍者飞弹 瞄准地面的攻击目标 控制员锁定之后 展开这种几乎零失误的攻击 这也是最近三个月以来 美军第三次在中东 动用忍者飞弹 来屠杀恐怖组织高层 遭攻击的车辆 像被多把利刃切开 车里的人根本躲不掉 人者飞弹最特别的地方 它在射到目标之前 并不会爆炸伤情无辜 但六片削铁如泥的利刃 就算装甲车也挡不住 这款新武器 是从地狱火飞弹改造而来 犹如传说中的血滴子 可在百里外取手旗 也让美军的威吓 独普天意 东西文国集中心懂不懂 因此最近有很多人在问 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的话 美军是否持缘呢 会有这样子的疑问 就是因为台海的情势 持续的升温当中 在这个月25号 就有中国大陆的网友募集说 解放军的殲-20战机 第一空飞过了浙江 还声称说 当时距离台湾只有500公里 也就是说 当殲-20的战机 起飞到台湾的上空 只要15分钟 这挑衅的意味非常的浓厚 而事隔一天 26号北京的智库也宣布 有美军侦察机 逼近了广东海岸 距离更近了 只有88公里 当然呢 这当中透露出 中美两国互相较劲 同时也在测试 对方底线 台海局势不断升温 解放军动作频频 就在传出解放军歼-20战机 低空飞过浙江 渠州后 事隔一天 美军立刻派侦察机 逼近广东海岸88公里 中美两国较劲 因为浓厚 似乎也在互相测试 对方底线 不少民众募集 解放军歼-20逆踪战机 低空飞过浙江 疑似降落渠州机场 这个月的25号 中国大陆网友 上传此段影片 更自嗨声称 渠州距离台湾 仅500公里 而歼-20战机 起飞到台湾上空 大约只要15分钟 挑衅意味浓厚 没想到 事隔一天26号 北京智库 通过推特 公布了一张地图指出 两架美军 一P-31和P-8A侦察机 在南海附近巡逻 其中一P-31军机 距离广东海岸 最近只有47.81海里 是美国军机 今年首次进入 中国海岸50海里内 再次的刷新 美国军机 对中国抵禁侦察 距离最近的记录 美军的动作 似乎也透露出 反制的意味 我相信 这就是中国的红线问题 如果必须 他们会移动 如果必须 如果必须 他们会移动 美国对中国大陆 不停重追猛打 态度也日趋强硬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 批评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挑衅不断 甚至违反承诺 将南海岛屿军事化 谴责解放军此举 是企图透过威胁手段 掌控北京 无权声索的海事权利 美国总统川普 接受采访时直言 如果中共想跟他玩游戏 找台湾麻烦 问题就大条了 美国强硬的态度 是否让台湾 免于一战 现在就看中国大陆 下一步怎么走 东森 财业新闻 陈一婷中午 军日综合报导 您还记得 今年缴税 你缴了多少钱吗 有没有可能 你缴的比美国总统川普 还要多呢 这是因为 在美国总统大选 即将进入 最后一个月的冲刺期 结果纽约时报 竟然就报导说 川普总统在过去15年间 有10年内 他没有缴交任何的联邦所得税 他不是一个大有钱人吗 而且呢 还说他在2016到2017年间 只缴了750块美金 这是相当于新台币 两万两千块的税款 也气得川普大骂 纽约时报也是假新闻 再过一个多月 就要举行美国总统大选 但纽约时报 却在27号报导 身家高达25亿美元的川普 涉嫌逃漏税 气得川普大骂纽约时报 是假新闻 根据纽约时报 取得川普的退税资料显示 川普在过去15年中 有10年没有缴交任何联邦所得税 2016到2017年间 则是只缴了750美元 这和台币约22000元 报导中指出 川普曾在2018年 声称他的企业亏损了 4740万美元 但实际上他当年的所得 却高达4亿3490万美元 此外台湾时间本周三上午 即将举行美国责同大选 此时此刻又有地方发生战争了 这是位在中亚的亚赛拜然和亚美尼亚 爆发了2016年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冲突 双方都有军民伤亡 而且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3个人了 事实上这两个国家都是前苏联的成员国 双方因为领土争议已经积运了数十年之久 而包括了美德 法 欧盟等西方国家和联合国 也呼吁两国立即停火 画面中可以看到一辆坦克原本正在向前行进 突然遭到炮弹击中 后方窜出火舌还冒出浓浓黑烟 另外一辆坦克则是冒出了熊熊火柱 火越烧越大 连残骸都喷向了空中 这里是亚赛拜然以及亚美尼亚两国之间的争议区 纳格诺卡拉巴克地带 双方在过去曾经为了争夺这块区域 爆发战争 如今烟消再起 亚赛拜人士兵 朝亚美尼亚分离主义势力部队 发射炮弹 并发动多管火箭炮攻击 上方都有军民伤亡 火炮也破棘到一般平民的住家 房间被炸出大洞满目窗移 甚至还可见到火炮的残骸 火炮弹也不炮 火炮火炮弹也不炮 火炮弹也不炮 它是一个人看起来的 两架直升机 还有三架无人机 并且宣布戒严 发布军事动员令 亚塞拜然也跟进 事实上亚塞拜然 与亚美尼亚本来就是宿敌 双方为了争夺 纳格诺卡拉巴克地区 已经冲突数十年 包括在今年7月 就曾爆发一场小型战争 由于两国都是 前苏联的成员国 而且都使用二制武器 传统上土耳其 为亚塞拜然撑腰 俄国则比较支持亚美尼亚 目前包括美德法欧盟 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已呼吁双方立即停火 东森国际中心综合报导 确定出现华为第二了 这个重磅消息来看到 美国确定要制裁 中国大陆最大的 晶片代工业者中芯国际 当然这也是美国 在切断了华为晶片供应之后 再给大陆半导体业的 一记重击 而尽管中芯国际喊冤重申 他们和军方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今天的股价 还是应声下错了百分之五 而现在美国频频出手 大陆官媒环球时报就认为 中国现在必须在科技领域的长征 做好准备 就是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外媒报导 美国确定制裁中国大陆最大晶圆代工业者 中芯国际 要求美国晶片制造商 在出口特定科技给中芯前 必须先取得执照 这是美国既切断华为晶片供应之后 再给大陆半导体业一记重击 拖累中芯国际股价 28号应声下错 在上交所与港交所下跌幅度 一度都超过百分之五 美方认为中芯国际深耕 国防工业军事研究项目 并且与中国军事单位密切合作 尽管中芯国际发出公告指称 没有收到美国官方的消息 并喊冤重申 只为民用和商用终端客户提供产品服务 与中国军方毫无关系 但似乎依旧改变不了美方的决心 中芯是大陆规模最大 技术最先进的晶圆代工厂 截至今年上半年 中芯可为IC设计客户提供0.35微米到14奈米 等多种技术服务 如果以晶圆代工制程或市占率来看 中芯与台湾的联电 世界先进等技术不相上下 而在美国确定制裁中芯后 大陆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在27号也指出 中国必须在科技领域的长征做准备 控制半导体业的所有研究与生产链 摆脱自身对美国的依赖 看来美中之间的高科技持久战仍是未完待续 东森财经新闻叶子金刘子腾台北报导 就算是山寨版你相信吗 山寨也可以山寨到富美上市 这是大陆的十元商店 也就是网友口中的山寨三合一 为什么 你看到这个logo就知道了 它融合了无印良品 Uniculo还有大创 这一家叫做名创优品 所以外界就很好奇 它到底是如何靠着一个十元商店 这个网友口中的山寨三合一 创下了一年750亿的一手 别拿你的标签 为我的人生标价 从来都不在乎你用什么标签 看它大红红底白色字母 来自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十元店 名创优品的logo 从出现的那一刻就被人酸是山寨店 但创办人还是很骄傲的说 买的都是有钱人 名创优品业绩不好 在发达城市身影很好 因为越有钱的人越精明 越精明的人越知道什么叫好东西 反而没钱的人在装 他是名创优品的创办人 43岁身价近150亿人民币 超盘的这品牌先收logo 怎么跟UNIQLO有点像 也许是致敬但继续看下去 他的店面设计网友说 像极了无印良品 加上大创的混合体 一路被贴上山寨却也一路扩张 从印度到美国 全球4000家门市 一年超过10亿的用户 都说便宜没好货 但美国在这里 等于考到很多标准化的透明的产品 让消费者直接感受 我刚才讲猫太久 大家都知道这是硬吞货 一放了大家知道多少钱 有些尝试搞些非标准货 放了打折卖 大家感受不清 但是Cosco做到了 硬吞货 通路货 价格很有杀伤力 于是他找了日本设计师合作 设计高颜值 打出三高三低的策略 接着一次性下100万 或是千万的订单 透过现金结账 劳抓供应链 商品七天换一批 快时尚的招数全都用上 妙的是疫情来 零售店受冲击 叶国富反倒认为是机会 我们的装修费 就要花到40万以上 我认为就三点 很低的价格 很好的产品 很方便的买到 只有初中学历的他 卖过五金 赔了所有钱 最后卖起化妆品 赚了人生第一桶金 还找SH1派了广告 如果你的产品没有竞争力 你店开的越多 死的越快 说了满口的竞争力 但27日一瓶 指甲油也让 名创优品登上热收 消费者踢爆 指甲油致癌物超过千倍 便宜能否有好货 产品的质量问题 也成了名创优品 一颗不定时的炸弹 再者 透过开店赚加盟金 也是他的获利关键 只是看看2020年 上半年中国大陆销售额 下跌了32.6% 海外疫情恐怕 冲击这艘通路舰队 能否继续航向全球的关键 东森财经新闻 张慧卿 许静佑的采访报道 就算不便宜 大家还是想要这个传说中的 iPhone 12 尤其现在距离发表 日十月十三号越来越近 当然这新机的传闻 也越来越多了 像是说这次苹果 有望推出六款手机 其中就包括两款 平价的4G手机 但是这最高阶的 iPhone 12售价 可能会再比现在 又贵个三千块钱左右 还有国外的网红 也抢先开箱了苹果 但是这次不是手机 竟然是苹果自家的两款口罩 标榜每片可以重复使用五次 撕开包装 纯白色口罩映入眼帘 专门拍开箱文影片的 知名YouTuber 近期上传的开箱文 不是手机 而是苹果牌口罩 这必须是一种 我从来做的最不一样 Apple unboxing影片 我试试一下 标榜提供完全包覆 苹果这次的口罩 跟今年四月推出的 医用面罩不一样 因为它只限 员工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防止戴太久 造成耳朵疼痛 苹果相当贴心 盒内还附赠了夹子 可以将棉线往后拉扣起来 不只推出自家苹果牌口罩 分析师指出 苹果今年有机会 推出六款机型 包括两款的4G手机 iPhone SE和iPhone 12 mini 虽然传出6.7寸的i12 Pro Max 会是今年的主打机款 但有外媒爆料 由于苹果已经有平价的iPhone SE 已经没有必要在旗舰机上 再打价格战 因此最高阶的i12 价格将上涨 将近100美元 大约是台币2900多元 随着剧传的10月13号 发表日越来越近 相关苹果新iPhone的传闻 势必也会越来越多 东森财经新闻 台湾车市现在流行什么呢 专家说以今年来看 不论是休旅车还是轿跑 没卖出的10辆车当中 至少6辆都是融入了 跑车的元素 也就是所谓的GT车款 也确实目前市场上 韩国品牌欧洲豪华车系 就连台湾国产车 都有不少像是这一类的轿跑车 高耸肌肉腰线 流线大鞋背车顶 KIA四门GT房车 营造出跑车的热血气势 除了车山降低之外 其实在整个座椅的重心 也更往下放了 不过这次的亮点 我们要看前面的头灯组合 很特别的是可以看到 它一共有9个单独的 LED灯组合而成 不只更添跑哥气息 其实也增加了辨识度 370匹大马力 加速破败4.9秒 亮点还有座舱内的 透气真皮座椅和平底方向盘 而2905公里周距 180公分男性乘坐 都还有两个拳头空间 比起去年同期 阶段数字成长超过15% 这个销量呢 以今年来看 就是还超过原本SUV 或者是原本SATAN的一个车款 就是假设我卖10台 可能有接近6成 是会反映在所谓的 COOP的这种车型上 进攻年轻客群 英国豪华车也来卡位 流线型LED头灯 亮红色车身搭配 GT仿车要快要耐用 还要舒适性 JUGA从车体结构就很讲究 全车82%采用铝合金 做到50比50的车身配重 平均油耗11.8公里 号称开起来宛如跑车般的敏锐感 这样的一个车身折线 会让整个车身的比例 看起来比较更低 然后更宽 更扁 奥迪伪装GT轿跑 拥有590匹大马力 也在国外限踪跡 而豪华车系BMW和冰式 以及国产品牌纳智杰 也都有GT轿跑强势 传统房车融入更多的 跑格DNA 销量和人气 连同升级后的马力往前冲 东森男兄红配与柯黄明台北采访报导 今天的印象24小时单元 我们先要来看看 这位是意大利新冠疫情当中的零号病人 今年38岁的马耶斯特里 他在2月21号的时候 被筛检出阳性反应 当时因为重症 他还待在加护病房 经过了漫长的康复之路 9月26号 他参加了为期两天的180公里接力赛 藉此也宣告他战胜新冠病毒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这个逗区的照片 这是来自俄国的首都莫斯科 每年秋季传统就是摩托车大赛了 这个参赛家族呢 在摩托车旁边还装上了鞭车 所以有两个小朋友 他们还戴上了护目镜跟安全帽坐进去 模样也是相当可爱 那么除了疫情之外呢 当然加州野火的情况也值得继续关注 我们来看到这个影像 这个是隶属纳帕县的城市圣海伦纳 当地山区的民宿旅馆都被清空了 而其中这座旅馆更是完全地被大火给吞噬 当然呢配合这个暗夜当中的火光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惊人 另外呢 德州27号举行了一场典礼 当地国民警卫队的士兵们 将被派往南亚等地 进行为期十个月的军事部署行动 强化和盟友合作的关系 照片中这个刑区手里的六岁男孩 正在向他从军的父亲道别